水里香新丑年起安文化季11日进入最后高潮 县长林明珍前往摄于永丰宫的总坛 和县议员兼任祭典委员会总理肖志全 一同为原教法会开箱 议员王秋淑也到场参与 林县长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家户平安 一事庄严隆重 水里香在2019年进行12年一度的大建教 依传统与建教后的第三年 需再进行原教做教委 让大建教得以圆满 因此在12月4号举行新丑年 祈安原教文化祭 县长林明珍前往原教法会开箱 并表示为期8天的原教活动已圆满落幕 水里香子弟也借此原教活动 更了解在地宗教文化遗憾 水里香做这个清酒研究 就是做酒杯 今天真的浪漫中 管理上的特别来借拜 我们这个清酒做得很清 让我们水里香 还是我们整个南岛官 所有官民和乡民 可以平安顺息 期待重新 可以来比喻 让我们国太平安 这个风调雨顺 大家可以年轻大年轻大炭气 议员孝志全和王秋淑都表示 该香在2019年举行大建教易经已经满三年 故遵循水里建教习俗 在建教后的第三年 办理起安原教作为收尾 也就是俗称的左教委 借此让建教能够圆满 期盼全乡境内 风调雨顺 加呼平安 这个礼拜 除了总坛这边 所有人员都灾界吃素 包括全乡的乡民 也吃灾三天 以非常清静 诚恳的心灵 来祈求我们的上场 以及保佑我们地方 能够更加的平安 今天非常感谢 我们林县长 特别来到我们总坛来 除了关心 也来参与整个普渡开箱的仪式 让我们全乡一起来做普渡 希望能够让所有的好兄弟们 都有一个很好的 一个很好的一个享宴 让我们保佑我们乡民 能够更加的平安顺利 这里乡我们的英雄公众大 来办理到我们的开箱的仪式 很感谢我们的林县长来庆典 来跟我们的大家来共同 来开箱 在这里来祈求我们这一家 我们在那里 圆祝可以来顺利来圆满 可以让我们的乡亲 大家都可以平安顺利 大家和国防守 做生意的可以大贪钱 2019年大建教期间 全乡东西南北各方位均设置教坛 普渡各路好兄弟 但为了防有不足之处 当天总坛开箱之后 法师也前往东西南北 各方位教坛 开箱普渡各路好兄弟 于是遵循正统道教科义 过程如重 记者商天福 崔李湘采访报道